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在昨天的時候推出了六位角色的專武 分別是小智、梅里、小坎、小碧、依序還有茉莉 上面的三隻就比較偏向是公會戰的選項 下面的三隻就偏向是競技場的選項 所以這個圖片做得非常好 直接做一個二分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戰隊戰傾向的三位角色 首先要接到的是小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這次的戰隊戰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很棒的表現 他這次是強化他的三連攻 那TP會有個額外的上升 攻擊力也會有提升 所以在這個戰隊戰裡面的話 他大絕開的次數也會變多 整體來說會變得很舒服 所以開大之後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是因為他開大之後會提升自身的物攻 讓自己的輸出變得很高 甚至在這一次的日版公會戰 他有機會打到7萬以上的數字 而爆擊的話就14萬 所以這個很舒服 看起來數字很舒服 當然當這個專武角色出了之後呢 亞里莎的上場率會變得很低 一直到最近出的泳裝爆攻 可能會有跟他一拼的能力 但還不確定 因為7月底的攻擊力還沒打 所以這個可能要等往後測試了 當然小坎做出來 他可以大概升任2-3色的攻擊力戰 所以做出來完全沒有任何的疑惑 然後緊接的是小智 小智這次強化的能力呢 是他的這個陣風 也就是範圍技能 會多了一個技能呢 是依照範圍敵人的數量提升所造成的傷害 那這樣的一個技能呢 在競技場也會有同樣的功用 因為競技場的敵人呢 都是5隻 所以當5隻在一起的時候呢 你就會變得很開心 然後我最近有測試一家競技場 有發現一個蠻好玩的隊伍 剛剛有整體試打了一下 就是這個隊伍 泳裝飯糰還有機會上場也是讓我非常的意外 配小智加深月 可以現在破最主流的這種前衛魂紡希爾陣 這個陣我一直看得很頭痛 我本來想說我用矛音會破 然後發現都破不了 大概在第二次自刷陣風的時候呢 對方的兩個中衛就會死掉了 剩下兩個都好輕 然後建議現在的紡希上R11喔 如果你有特殊用途的話 你可以看R9沒關係 不過R9滿有機率會被一兩敲死的 所以建議還是剩R11 以前我們都會言語說這個泳飯的營運時間太長 就可能在他開大之前就掛掉了 如果是打這種坦屏陣 那是還有機會 確實泳裝飯糰這個傷害不夠 有沒有看到這個陣風刷下去 兩個陣位就掛掉了 這個傷害看起來很舒服 我本來以為現在的三坦陣混毛依未的陣型還可以用 但發現如果前排是小旺阿 或者是草尼瑪 那其實毛依未沒有辦法打這麼痛 這是我目前看到一個陣型 轉秒去的 另外等一下會再介紹一道依序的專武 那依序的專武真正要爆發起來 要等小雪專武推出 那什麼時候推出呢 會在下個月 下個月就會推出了 所以往後你會在競技場看到 小雪依序專武的防守陣 可是在七月中的時候呢 霞也要推出了 然後部位也要推出 這代表1v1的競技場會有一個很大的震動 那個時間點你會不知道競技場要擺什麼 所以我建議大家按下這個鍵 看一下前景云白色毛跟著白 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後面密使交號量不會來得這麼大啦 你看那個霞 卡三星 布末 欸 布衛 這個布末布衛好難分 布衛其實1到3星都可以 那很少人5星的 所以建議大家卡三星就好了 後面幾個角色呢 有什麼要抽的 大概也只能下瑪娜莉亞的鞍了 就戰隊戰需求的話 因為他可以升4星5星 如果你沒有miss就升4星 因為像我日版也是4星的 好了 緊接著接到梅里的專武 梅里呢是強化他的神聖力量 額外會提升比較多的魔法攻擊力和魔法暴擊 梅里呢我們會拿 拿他跟這個新村優衣比較 那新的優衣的魔法攻擊力係數加的比較多 那梅里呢 有個東西沒辦法取代 有什麼東西 就是補1號位的這個技能 當你隊伍有伊莉亞的時候 你打三階段 如果你要伊莉亞去彈 只要他爆一下就會死的隊伍 那都是冒風險的 除非你有 那個人多的本錢去塞一刀 就是你們工會成員一起進場 然後不要借腳 那個王尺掉出來 傷害高的給過 然後像是最後出道的時候 他們都會進安全隊 然後把王打死 那像梅里的話就是一個比較保險性的角色 讓伊莉亞就維持了一個很棒的血線 站在那個雙子座 雙子豬的武王那一次 就算你帶梅里 那個伊莉亞還是會有機會死 所以 帶伊莉亞的隊伍就很智商 那後來伊莉亞推出專武之後 生存率有提升啦 也變成說我在 這個巨蟹座內設工會站 法隊沒有死過半吃 真的真的蠻厲害的 除非你是天選之人 你賽到不行 所以梅里呢 有機會就也是給他做出來 還是有機會上場的 只要伊莉亞有存在的一天 梅里都有機會上場 或者是你沒有形成優異 也差不多 好 緊接著介紹PVP取勝的三個角色 像小畢呢 我之前也有做過影片 然後有分享他這個在競技場 這個多坦車的陣型 那個時間點他可以切布丁 但是是沒有專武的布丁 最主要呢 他會有一個猛毒的效果 就當敵人如果是中毒狀態的時候 會有一個額外的猛毒 傷害會變得很恐怖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歐外傷害是變得很高的 所以當布丁的迴避率沒有這麼嚇人 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角色來切布丁 但是現在競技場的環境都是 這個什麼 黑棋 小旺 還有新年齡 那我的那個Siri 這個開始就 偵測到我講話了 唉唷好奇怪喔 他怎麼一直偵測到我 我喊Siri 我根本沒有喊Siri 那現在 現在而言他好像還沒有什麼 上場的空間 要等到 EVE的環境裡面 都是 這個布丁或空花的時候 這個 B的專武才有上場空間 所以他可能還要再蹲一下下 等這個 過兩個禮拜之後 競技場大亂鬥的時候 說不定 他上場率就會變得比較高了 但我可以跟你們保證 小畢 他在競技場 絕對是有用的 對 千萬不要小看他 好了 緊接著要介紹 茉莉 茉莉呢 在下個版本 可能是 8月初的時候 才 才可以在這個 地下城壁裡面兌換 所以 你現在沒有五星 正常 你還要做專武 那很累 我相信 只有 大佬中的大佬 或者是 很有愛的玩家 才願意把 秘石頭在這個角色身上 所以 你可能就要等 就要等下個月了 但是在 這個 競技場的環境裡面呢 他可以跟 聲樂 一起做搭配 去秒殺對方的中衛或後衛 因為他是直接跳到 對方的陣型裡面去殺人 甚至 這個 茉莉專武的防守隊呢 你需要帶一個空花來克制他 不然你的中衛後衛會被弄到爆炸 你就看到一個瘋子跳進來 然後你的人就死光了 那個感覺會很差 所以這個角色也是偏競技場的玩具 防守隊 個性攻隊都可以用 不過 現在做出來的消耗量非常高 所以 我目前是排在 最後面 最後面可以做的 絕對是 好 緊接著 最後一隻是 咱們的伊序 伊序呢 也是 我還沒練滿的角色 專武也還沒做 因為 他得到 這個 碎片的難度也 頗高 就他要從 戰隊戰的 硬幣裡面 做兌換 所以 就算 你常打工會戰 那你 也一樣是會缺碎片 這次的技能呢 是 當對手在 非魅惑狀態的時候呢 會 沒什麼效果 但是在有魅惑狀態的時候呢 會抽對方的TP 所以 配 這個 小雪的專武呢 就可以做一個很棒的搭配 因為 小雪是直接 上黑暗 還有 上魅惑 那 剛好就可以跟這個小刀做搭配 另外呢 這樣的魅惑陣 只要他能抽到 能開出大招 對手 對手的可能什麼 毛衣衛啊 或者是 後白髮的輸出 都有機會把自己人給打死 現在 你有看到 競技場玩具裡面 有放這個 單老式的陣型 但我認為還沒有到很強大 因為我剛剛有做幾波測試 最後呢 咱們的萬聖美笑炮 還是有機會過 這個右邊這樣一個隊伍 好 謝謝冬瓜檸檬 這個 我剛剛測試了蠻久的 因為 這隊真的很煩 因為我本來想說 我毛衣衛把這個仿西砍死 但我發現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 後來我就想說 我先把仿西加 後衛弄死 再慢慢把前排搞死 這樣的做法是肯行的 想當初萬聖美笑抽出來的時候呢 強度沒有那麼高 也是因為大家的等級 還沒有到某個程度 因為只要等級夠到的時候 他的TP就會回的比較多 就可以在這個 剛那個時候直接開出大局 但一開始抽出來的時候不行 所以當初我抽大的時候也是蠻後悔的 所以你抽一個角色 你花了很多錢 然後你發現沒什麼成效的時候 那個感覺超差的 而且 你看後 其實後排 他們幾個小小技能 都沒辦法秒殺自己的隊友 所以這也算是安全的 會秒殺的像誰 那毛衣衛那個 開大之後的狀態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 鏡華 鏡華的水箱超容易秒殺隊友 靈聚靈的射臉上 靈聚靈的射臉上 對面招式噴一噴 然後就把對面給打死了 這個隊伍到 在3B3的盲打隊裡面的話 算是蠻強一個隊伍 只要對手不要出 呃 太 呃 可能有放 有放優花裡的陣型 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過的 好了 最後 專武介紹到這邊 呃 這一次呢 小字 在公會站 的上場率應該也是有的 那 往後公會站呢 在雙子座那一期 因為 有一個多重目標的設定 所以 會放這種範圍技的角色 呃 上場率也很高很高 然後還有在 這個泳裝 最新的泳裝活動呢 這個 公會 欸 不是 SP的王 SP的王 他第一階段的時候 有個特殊的能力 就是他背後會出現一個 類似 降治療的一個道具吧 你必須要用範圍技 去把那個東西打爆 你才可以補血 然後他會一直下雨 然後 一直扣你的血 那個時候會很緊張 所以有空的話 可以去看我那個SP 過關的影片 這最近po的 那個王設計就很煩 我我我希望公會站 不要設計那種王 因為真的會讓人家 發瘋啼笑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那在最近呢 大家可以開始刷吉塔的碎片 還有 鏡華伊莉亞的碎片 因為在往後呢 都會有專武的推出 更別說在 玩家等級到達 130等的時候呢 這個 專武的等級也會再突破上千到140等 所以 碎片的消耗量 又會變得更多了 所以一個角色原本要 額外多做100片 在140等的專武呢 開上線的時候呢 需要額外加15片 所以 現在你的專武滿了 但是你還是要在額外抓15片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當然 瑪娜 好好準備 然後 千萬不要沖紅包 千萬不要沖紅包 我抽了兩包 你們知道抽到了什麼嗎 200萬變10萬 150萬變30萬 真的是心很痛 跟你講 不要抽那個東西 就是賺 我是聶寶 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拜拜